今天要對這一個油針做後期階段的細眼膜 那基本上在經過幾次的試車之後 這個這個數據已經定型了 再來就是要拋光它 就是要拋光 好那再做一些細條 不只拋光 這個昨天太累了 所以沒有細條 今天再細條一下 按照那個數據曲線再細條 好 這是現在的樣子 等一下做完以後樣子又不一樣 那越拋光那個油的那個順暢度就越高 那我就可以再改變 就是這個兩個參數要一起 那因為現在做的是粗面的 那細細字面以後呢 它的參數又不一樣了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原廠叫bfm 但是現在已經不叫bfm 叫herman chain 剛剛說的是前油針的型號 那現在來講後油針 它原廠給的是bdy 那它考量的到的是前後鋼 前後鋼 前三鋼後三鋼的溫度是不一樣的 後三鋼熱 前三鋼有狀風比較涼 所以它給了油針混合筆不一樣 那我現在會把兩支油針 研磨到一樣的粗細程度 還有我自己的參數以後 然後再後油針做微調 看看是不是要再補濃一點的油 然後確定好了以後就定型 定型了以後一樣再拋光 那前後油針就不能再混用了 那因為它都是對應最好的現況去做微調的 herman chain油針 然後for這台4.2 等一下就把它polish polish以後再上車看看參數 又差了多少 然後再試跑 那回來再修 再試跑 再回來再修 再試跑 如此重複 準備了 六號八 六百八百一千二 還有兩千的砂紙 然後一階一階的慢慢做調整 好這經過第一階段的加工 好那我們就是剛用六百號去跑而已 好最後要拋到整支亮黃黃的阻力最小這樣 現在這個已經拋到一千二喔 一千二 好其實一千二已經 跟那個機車用的化油器是一樣的 我覺得機車用也是一千二 好接下來繼續拋 OK拋到全量為止 這個是研磨到一半的樣子 那最後會到全量 看一下這是一個fine tune過後的 fine tune過後的那個油針 這大概是一萬兩千號的那個亮度了 非常亮 對液體來說這個已經是太棒了 對汽油來說是很棒的 你看原廠那個其實跟這個比原廠也叫做初加工而已 OK這才叫做細加工 當然上面有很小很小的肉眼看不出來的fine tune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支喔 一樣是昨天的入試條初加工 做到七成70%的好度 現在我們要剩下的30%補起來 補起來以後我們還要再去入試 如果確定是這樣沒錯了 那就要定型然後測量 終於這第二根也好了 晶晶亮亮晶晶上面還有我的參數 好 裝車 好